如果他们找到一段属于他的姻缘 那他一定会真正的放下 那好 有机会我一定帮他找一个青年才俊 让他有自己的生活 这样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月儿 可你明明已经知道了沈小姐的心思 为何还要留下他 人都有七情六欲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喜欢上你也很正常 人无完人 谁又没有犯过错呢 喜欢一个人不是错 只要他没有伤害到别人 只要他肯及时改变 那就够了 再说他又是沈副将的女儿 沈副将为我们牺牲 我们怎么可能连这点包容心都没有啊 而且我也相信 有沈副将这样正直的父亲 他的女儿一定不会差 他只是一时糊涂 思想走岔了而已 对 其实他本性很善良 他在黎王府的时候 总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南风和星儿 我听莫莉说 他在万花岛时对孩子们也很好 因为从小所处的环境 导致他的思想里认为 男人三七四七很平常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想法 还好 你没有给他希望 没有让他产生误会 否则就难办了 月儿 我心里只有你 怎么会给他希望呢 我知道 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 也知道你心里只有我 你放心 我不是小气之人 以后这种事情 你直接告诉我就想 我一定不会怪你 好 月儿 谢谢你相信我 也谢谢你对沈小姐的大度 得其如此 福福何求 沈小姐在我面前 好像很胆小 也不敢说话 我想 她应该是对我心存愧疚 怕我知道这件事才会这样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要和她好好聊一聊 打开她的心结 好 我相信你一定能开导的 王爷 王妃 太子殿下来了 太子 请她进来吧 是 没想到贤王来了 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之前我能顺利出京 多亏了贤王帮忙 现在他来得正好 我们正好可以谢谢他 嗯 他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我们当然要谢谢他 他虽然帮过我 但我还是得问问纳兰军的事 这纳兰军野心勃勃 说不定 贤王是被他利用了 我们要弄清楚 贤王是什么想法 好 三弟 你来了 皇兄 我一收到你和黄嫂平安归来的消息 就赶来了 恭喜你 终于成功的把黄嫂带了回来 谢谢 如果没有你的帮忙 我也不会那么容易逃出京城 更不会这么快救出月儿 所以这份功劳也有你的一份 哪里哪里 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如果没有黄兄对黄嫂的那份坚持 也没有现在的结果 还好 你们都平安归来 真是皆大欢喜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